有安娜呀 刚才跟知识发了一大堆什么富二代的圈子 富二代的生活 富二代的这个什么孩子的这个教育成本和教育的圈从 从生儿幼稚园开始就已经拉开差距了 那个小学呢 那就更是啊 有些国际小学居然是要求这孩子得有双国籍 而且呢 还得是每个小学毕业生都必须是攀岩 这个校长是在这个攀岩的那个顶部把毕业的给这个学生 说你得爬上来 你说这叫什么差距啊 是吧 这样的国际小学你读得起吗 一年几十万 上百万 几百万的这个学费 还不包括生活费 食宿费 可不 这就是差距嘛 你说这个所以说缺者跟他说 我说你干嘛要跟人喷饼呢 我说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是我们这种赤手空拳 光着脚 这个光着屁股 光着脚闯世界 不是去就不是那个北京野鸡啊 他自己光着屁股那种卖银的那种光屁股 确确确说的是这种被自己的原生家庭扒光了 光着屁股赶出来的 不得已的光着屁股闯世界的 可不是那个啊 这个叫这个黄野鸡啊 他那种光着屁股卖银的啊 什么田田壁 缩缩机吧 十几岁就约泡的这种光屁股啊 那是两个含义啊 大家可要听清楚了 我说我们这种白手起家靠自己这一代人 我说这种东西 我说这种富豪的这种生活 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任务 我说我们也没有那样的就是说 那样的机会 那样的赚钱的这个机遇 而且呢 你发现第一代的富豪女的话 要么就靠原生家庭啊 要么呢 就靠自己的老公 靠自己的几乎没有 你看那马云 他是 你看那些就是第一代 包括白手起家那些富豪都是男的 第二代有女富豪 基本上都是二代 富二代 或者是靠自己老公 或者是靠自己的继承 什么什么的 没有一个是靠自己白手起家 就怎么怎么的 几乎没有 我说那这个像这什么董明珠这种啊 董明珠他也不是一个就是真正的说什么靠白手起家 你不知道他背后啊 是靠了什么 靠了哪个什么官方的这个 就是官商勾结的这种势力 你不知道他是谁的啊 这个代言人 我们呢 也没有这个 我们尤其出国的 更靠不上这个官方的这种关系 说我们能做呢 就是让我们这一生 这一世 活出啊 就是活过啊 就一定要超过我们的出厂设置就都足够了 我们出厂设置太低了啊 你看缺姐在这好几期视频都已经说了 以外呢 他的那种恶毒的啊 凶恶的父母 穷凶极恶的父母 多少人的这种肮脏的脏钱 黑钱 我说你知道吗 我说你只是羡慕啊 男老板的资源给他的自由度和权力 我说这个你那个幼儿园的女老板他娘家应该没有男老板家族富有 当然呢 就是富人家他也不会对女儿投资太多的 他舍不得 顶多就是供女儿去留学 去读什么国际学校啊 还有家装比较封扣就行了 真正的就是财产的大头肯定是舍不得给女儿的 因为说给女儿就落在外星人手里 这不就男权社会吗 然后他又说 哎呀 现在的小三上位的那些啊 就富豪圈子 富豪太太的的 很多那种漂亮年轻貌美的都是这个小三上位的 而且小三呢 还真不是那种以前就靠着出个逼就行了 出个美逼就行了 还得是小三自己特别有能力 才华特别出众 这个名气特别大 比如说你看啊 这个阿里 缺姐就给他补充一个 我说那你看那个阿里的高管 蒋帆 张大义 是不是那个小什么花花 看着原配叫什么花花的 什么什么什么的 不就被踢出局了吗 张大义本身就是网红 本身他就是个女企业家 本身他就是一个女生意人 他生意做的那么大 他才能跟这个阿里的高管强强联手 我说以前的男人啊 像缺姐比缺姐年纪大的那几代以前的那些男人呢 就是为了更有能力啊 更有这种赚钱能力 或者过了什么背景的小三啊 离婚的不是不是占大多数啊 就是小一部分说这小三啊 缺姐认识的一个女王 不是认识的 是聊过的一个女王友 她是柳州人啊 他呢 是这个读文大学呢 就留在南宁跟这个本地的男同学啊 这个结婚 然后这男同学呢 就看上了这种什么官二代 也是本地 南宁本地的官二代的女儿 就个人就搞破鞋了啊 出轨了 然后这个缺姐的这个女王友呢 这个柳州的这个罗斯法女女王友呢 在他老公的这个衣服里 裤子 口袋 发现一个避孕套 就知道他们这段时间就是没有性生活啊 根本就用不着避孕套 所以就发现他老公出国的时候就离婚了 因为人家是这个官二代啊 是这个那个那个新的那个那个小三的那个爸呀 爹呀 是有当官的 只有这么一个特例啊 那个时候就是缺姐比缺姐年纪大的男人呢 那时候像缺姐年轻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富豪这么多 富豪都是什么这种八十年代起家的那种什么万元户啊 那种爆翻户 洗脚上岸的那种泥腿子 真正像现在的这种穷说纪欲的富豪那是非常之少见 那个时候如果说为了小三啊 就更有这个资源 更有权势 我说你这个什么老岳父 有点什么这个权力的啊 小三离婚的 那基本上都是官本位啊 那个时候钱还没有成为本位的 但是现在的男人不一样了 现在大多数男人如果说为了这个小三离婚的 就是小三比这原配更年轻貌美啊 子宫更有价值啊 同时呢 最重要的就是小三比原配更能赚钱 只要原配 你说我想做个阔太太 我在家里我什么都不提供 我听到我就是学这个什么女德 天天学温良公呀 你在公检让怎么样的把孩子照顾好啊 学学差异 学学美容 学学手术 这种东西你不能创造价值 不能创造这种利鬼利的钱啊 你不能赚钱的这种价值 那你很快你就会被更能赚钱的小三给你取代 就不要再想象像过去那样 我就是女德啊 我就做贤熟的淑女啊 然后这个 姚安娜跟曲姐说 她说男人也想强强联手 我说那男人呢 更愿意跟自己啊 就比自己强的女人在一起 你比对方强 作为女的呢 你还不能不敢太压迫这个男权生活的屌子 哪怕她比你弱 她的能力不如你 但是呢 她是屌子 你就不敢太压迫她 你不可能像男人压迫女人的那样的压迫她 所以呢 她才愿意跟你继续保持这种长期稳定 就是在一起的关系 我说否则那男权世界里啊 这个男人可以对女人主动啊 追得上也不会被见她 追不上也不会被羞耻 被嘲笑 但是女人倒追就不一样 你追不追得上你都会被男人倾鉴 追不上的男人就笑你 你这个见女人这个发情母狗 他把你这个老母狗来吃老牛肯嫩嫩 你这个想屁吃呢 这就顺便或者顺便还骗你一回炮啊 这个黄亭沃蹄不就骗了一回炮吗 婚后搞破鞋啊 她还觉得还追了一个就比她年纪还小 她也是靠约炮人的 甘肃的这个男朋友 比她年纪小 比肯定是比这个黄野鸡啊 长的颜值要高一点 尽管也都是什么小戴眼皮 蜜蜂眼啊 但是呢 人家那个小胖子呢 还是比黄亭沃蹄长的端正多了 人家家里还是有点小贪官 有点脏钱 这个是洗钱的这个白手套 那可不 就是你倒追人家 你把人家推倒了 可不你睡没睡得到 你都是被清见的那个发情母狗 黄亭沃蹄还觉得自己在什么这种性缘关系的这个市场上 有多大魅力啊 其实男人都是看他好操 都是看他比较贱 比较淫晦 比较淫荡 比较好操 裤带松 他就觉得 哎呦 这是男人爱我啊 我这好有这个魅力啊 这就真可笑的 黄亭沃蹄她对自己的认知对别人认知全都是错的 所以呢 圈姐就跟这个尤安娜说 我说男人呢 可以勾搭或者说纠缠 或者说掠夺任何价值的女人 哪怕是一个最穷最脏的街友 街边的流浪汉 她都可以强奸啊 落了单的 走在路上的啊 这个白富美 她都可以对她进行性略夺 但是反之就不能成立 这就男权社会啊 然后她说呢 这个根据缺解说啊 男人更愿意找这个比自己强的女人 她说男人都想找妈找姐照顾自己吗 我说也不是 我说要分阶段 男人在自己还弱的时候她是找妈找姐的 等她自己变强了啊 变成熟了 她就开始找女儿了啊 找妹妹 找罗莉了 那缺解一提就想起一个案例嘛 就缺解以前呢 读本科时期的啊 一个本地的啊 一个男同学 那男同学呢 肯定是看不上缺解这种 这种外地的了 是吧 这是缺解她都不一定认识 但是缺解认识她啊 她是外班的 她年轻时呢 她就帮富婆啊 这个 然后等到30多岁的时候 她就开始啊 这个勾的 比自己小很多岁的白富美 还是相友啊 也是缺解的相友 这个 她这个岳父呢 就是东北的黑老大啊 这个白富美呢 哎 这小学妹嘛 就早就知道啊 这个什么学长啊 怎么怎么着啊 她是这个 这个男同学呢 是因为帮父母婆才买的这个高档的这个楼扒 在这个小区里也住在这个小区 然后她就不知道怎么 她知道这个白富美啊 这个小学妹也住在这个小区 那小学 白富美也住在这个小区 那小学 白富美也住在这个小区 肯定是爹里 从爹那儿 黑老大拿来的钱嘛 那白富美读书的时候 就开着那个什么什么 就特别贵的车开始 然后又怕太招摇 那她这个 这个 尤安娜跟缺姐说啊 说很多这个富豪其实很低调的 故意把自己的豪车换成这个 就廉价牌子的 然后这个白富美呢 她也是 她也是把自己的贵的车 换成便宜的车 开着上学 她上学的时候 她就已经在校外 就买了房子的 她都没有住过学校 因为自己家有钱呢 你看看 她跟缺姐那年代真不一样 缺姐那个年代 很多同学是要靠着卖屁股 住进这种高尚的这种 就是住在小区的 但是到了他们那一带 就是这种小学妹这一带 就是自己娘家自己 原生家庭就有钱了 我说呢这个白富美呢 也住这小区 所以呢她就故意的去这个小区的 什么螺丝面包房啊什么711呢 专门去这个便利店天天去堵着人家去 她想制造什么浪漫的偶遇 每天没事干啊 整天就在这个小区里边转悠 就想制造这个偶遇 然后她还问呢这个尤安娜说 你这男同学最后就就跟这个白富美结婚了 追到手了啊 白富美可惜了 找了个牛 牛郎结婚 我说啊 对于女人来说 她真不在乎她老公 她以前卖过 卖过多少次屁股 这很多女人都不在乎她 我说只有呢她岳母 不太看得起这个女婿 不太看得起这个女婿的屌丝工人父母 就是尽管是本地人呢 你看本地人多高多自大 结果到了真正的那种富豪那里 就立马现原型了 就很卑微 她父母在那个岳母那边 就就马上呢 就是很卑微的 讨好的 羡慕的 绝对的金钱 产生绝对的碾压权利 然后她说 那这白富美可惜了 我说那人家根本就不在 你说一个学校里的一个校友 你说她的老公以前有个什么样的黑历史 她老公她那个爹又是黑老大 怎么可能挖不出你的黑历史呢 但是呢人家不在乎 这就男权社会的便宜吗 女人就是不在乎男人的 多么脏多么烂 多么贱 多么盈贵 然后呢这个尤安娜说 哎呀她怎么这么傻 这么天真的 她爸妈那么厉害 也没有好好培养她的脑子 那缺姐跟她说我白富美啊 在这个男权社会里 大多数都是恋爱呢 因为什么呢 她就有玩这个浪漫的 玩幻觉的这个资本 有人给她兜底 她哪怕离婚了 她也不可能吃穷 她也不可能受苦 她也不可能是自己带孩子 再带的那么辛苦 我说你看到了吗 我说没有经济基础 连试错的资本都没有 那缺姐就跟这个 这个这个尤安娜说 我说咱们两个 谁有试错的资本呢 你说你在择偶市场上 你一步错 就是你 哪怕是你可以离婚 但是你带了孩子离婚 那你这辈子 基本上就被这孩子 这个脱油瓶脱卡了 没有几个这个单亲妈妈 靠着自己单打独斗 你说还能翻身的 嫌疑翻身的 很多这个单亲妈妈 带着孩子翻身的 一般都是屌子妈 而且那屌子妈本身 因为长得还行 又傍上了这个更有钱的老头 更有钱的这个什么 有钱的男人 后爹 给这个小屌子 找了一个有钱的后爹 那缺姐的另外一个 本地的男同学不就这样吗 等会再说那个本地男同学 再说一个外地的男同学 年轻时呢 是卖屁股给大叔 这三十多岁呢 开始找他这个老乡了 找他年轻的比他 他也是小了十来岁的这种老乡 生了一堆丑鼻崽子 还是两女一儿 在那个还没有实行三胎政策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先把三胎上好了 儿子是最小的 就是你看看 这居然还有男同学 卖屁股给男的 给大叔的 那大叔是一个贪官啊 就是反正那钱也是不好来的 还是好 反正就是黑钱太多了 那确实也不想说的太详细吗 我说你看到了吗 我说在这个男权社会里 男的无论什么年龄 什么阶段 他做什么丑事 卖什么屁股 他都不用承担后果 我说无论是穷还是富 无论他以前穷还是现在富 他只要是 他不管是卖屁股给男的 还是卖屁股给女的 不管是卖给老男人 还是卖给小女人 小妹妹 他都不会吃亏 他就奇怪了 他说那你这个男同学 是外地男同学 是双性恋吗 我说啊 这个什么恋倒不是 而是他需要上位 他可以就是为了上位 他可以有任何的性取消 这男人就是可以有任何的性取消 所以说呢 就是男同学呢 你千万别相信她们什么 我是天生的 缺姐也不相信什么女同性恋爱 是天生的啊 这个不是缺姐政治错误啊 因为缺姐了我一个女同性恋 她非要口口上说我是天生的 她不想说她了 包括女人的也不是天生的就是异性恋 可能像缺姐这种就是对谁都不恋 也没什么性不性啊 什么单性的 什么双性的 什么这个异性的 什么同性的 只是你给我带来利益 长久的稳定的关系 是男权社会构造了男和女 一男一女的搭配 然后缺姐认为是一男一女的搭配 这种所谓的异性恋 对缺姐是有好处的 是有保障的 是比较稳定的 是不容易出风险的 所以说缺姐才踏入异性恋的这个圈子 无所谓 缺姐对什么都无所谓 也无所谓什么性不性 只要是你能够带来利益 过长久的 稳定的 这种利益关系 这就基本上 你看看很多夫妻 其实也都是这样 但是你们两个 就是品性 还是得讲一定的品性 就是品性不能差 这是最起码的前提 因为品性才能保证你的利益 不会受到伤害 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 就是良好的品性的话 肯定他是来吃你占你便宜的 那你说怎么行呢 是吧 这这种利益 怎么能结盟能够不破裂呢 肯定是要分到扬镳的 肯定要不 你不分到扬镳镳 就像缺姐的婆婆这样 跟他那个老屌子 那个矮子老公 一辈子他都郁郁寡欢 他又不知道为什么不开心 他又天天的给自己 生出粉红的爸爸 哎呦被男人宠爱 我是小公主 240斤的小公主 1米6的身高 他天天觉得自己 哎呀他发情啊 他那个春心荡漾啊 被他那个狗屌老公 那个矮子老屌子 给这个轰 这个怎么讲 叫拨弄的 非常的荡漾 缺姐看到这个公公和婆婆的 这个年轻的这个老照片 一看 哎呦这不就是这个老屌子 在他妈在PUA里吗 缺姐一看这气场就明白了 只有这个缺姐的婆婆啊 这个还他妈是这儿春情荡漾呢 哎呦我被男人爱呀 我好稳的 我好有安全感呢 所以说呢缺姐跟有安娜说呢 我说我们女的啊 在这个男权社会里 你又来自资源匮乏的原生家庭 我说这就什么都错 你都不能出 你既不能是在你的学业上出错 你为了你的学业上出错 你得买多少单 你才能补上你学业不行的啊 这个窟窿 然后你也不能择业上出错 择业出错你这辈子都很痛苦 你还不能在择偶上出错 那基本上这个男人可以毁掉你一生 你很难就没有时间去改错了 你没有时间去纠错 你还没有这样的足够的资本和能力 时间也不够了 这个这个世界留给你的生命很有限的 就是你只要有一步走错 基本上你你基本上就是这个 就是多米多米诺骨牌效应 就第一块牌美丽住 基本上快活全都倒 你纠错的资本和能力都没有 你怎么办 本身你第一个 你一出场设置 你的原生家庭就错了 你是好不容易靠着自己 你把你的原生家庭的错 编码错误的编码 你全给改写了一遍程序 然后你在责网上你他妈你再出错了 然后呢这个里安娜还说呢 哎呀你这个卖屁股的那个男同学 真他妈恶心啊 好恶心啊 居然还卖屁股给男人 我说啊 人家现在在国内过得可滋润了啊 他说那没办法 国内笑贫不笑称 我说呀那是对男学社会对男人笑贫不笑称 我对女人就违逼了 你看看对女人 多少个就是有能力的小三 上位的 你看看对女人 有笑贫不笑丧吗 谁不会天天去提他 以前怎么上位那个历史啊 是吧 对女人则是双标的啊 所以说那就是你发现没有 对男前社会的这个女人来说 什么是最重要的安身立命的资本呢 最大一块牌呢 就是你富足有爱的娘家 才是安身立命的最重要资本 可是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自己能选择的 不是我们自己就有能力能救错的 就是你这个娘家她是有有问题的 你救不了这个错 可我们就是没有 你是怎么破局呢 这女人自身有能力都不是那么重要 在这男权社会里 那确实又举个例子 我说我还有一个本科的啊 本地的男同学啊 家里有点钱啊 也不是特别有钱啊 这可能大概率是吹的成分比较多 我说她前妻啊就特别有能力能赚钱啊 但是来自农村 但就是被这个本地的婆婆看不起啊 嫌她什么来自农村的啊 这个村姑 你是高派了我们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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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所以最后还是离婚了啊 这个生个儿子还是归男的啊 这个女的呢 就净身出户 我说所以你看到了吗 我说女人的这个出身 女人的娘家 这不娘家决定你出身吗 娘家决定你生在哪吗 生在农村还是城市吗 我说这才是最重要的资本 在这男权社会里 尤其是这个农耕社会啊 中国现在她都没有走出农耕社会 农耕社会 就看着女人的这个 原始的出厂设置 然后呢 共产党呢 再把人呢 城乡二远之 人为的氛围三流 我觉得 这个城市 那个城市几级城市 哎呦 然后缺姐又说呢 我说 为什么女人的能力还不是最重要啊 就是只要你进入这个性缘关系的市场了 嗯 就是包括那个就是 娶了那个白富美黑老大的闺女的那个啊 那个那个男同学 我说呢 这个小学妹呢 说本人能力一般 还不如这个男同学本人能力强的 毕竟呢 男同学呢 他岁数大嘛 比那个他那个老婆大了十来岁呢 他进入职场早嘛 他打架的基础 那肯定是比他这个啊 进入职场 这个资历强的啊 这么一个小学妹肯定是能力要强很多 但是呢 这小学妹他就能够在这个本地的公婆那里 屌丝公婆 工人嘛 工人就是什么 臭工人 那可不 人就特别硬气 我就黑老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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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金啊 大小姐啊 这这 然后包括他妈啊 那个岳母人家也都特别硬气 就是看不起你们家 你就是觉得你们家臭屌丝 高拍我们家了 我们家富豪 所以说呢 这这综上所述啊 就是你不管是怎么样 就原生家庭的确很重要 但是原生家庭只有一个的致命的一个缺陷 就是不是你本人通过你的主观意志能够改变和修改的和更换的 你换不了他 你你你你 而且他的就给你决定了就是你一切的就今生的这个人生路啊 决定了你人生的大概率的底色 你包括缺姐啊 他就采取丁克也是原生家庭给缺姐太大的伤害 包括这个有安娜她也是啊 听缺姐把这逻辑一掰开我跟你说啊 从市场的运行的规律来说 从经济效益来说 我对我们这种人生孩子 你你多么亏啊 多么亏本啊 你收不回你的成本的 你肯定是吃亏的 他一想也是 他就想 就只是提升他自己了 他就不用再想了说什么 靠着生孩子啊 走原 那个传统的中国妇女的那个路线 说我们生个孩子做个贤妻良母 然后用孩子来医治自己啊 制造一个温馨有爱的 喊这个新家庭 我说你看你妹妹啊 她也是喊她的娘家 我说你看她 你看你这个妹妹啊 能医治她的什么原生家庭创生吧 哪怕她这么宠她的女儿 我但是她女儿大概率是一个不成器的 大概率是个败家子 大概率呢 人生不会好 因为什么呢 你这一旦你是心里有缺陷的这种父母 你没有医治好你的心理缺陷 没有医 没有纠错你的认知障碍的时候 你带着孩子 你会制造新的问题 你的教育孩子绝对是制造新的问题 那缺解不是跟那个黄冶基也什么 看他的家里几代人吗 那缺解看啊 这代人出了这个错 下代人想纠错 他纠错就是在 他自己的下代他又犯了错 这个下代他又又在犯错 所以说黄冶基就是他们家族几代人积累下来的 错上加错的这么一个报废品 垃圾报废品就是这样的 只要是你没有 就你有足够认知的 你足够清醒的 你真的成熟 心智成熟的 你真的是在原生家庭受到足够的伤害的 你是绝对不要生育这件事的 尤其是你作为女性 但是呢 不等于说我们的出厂设置这么差 我们就就就像黄冶基这样 他说我就天天逼搜索鸡吧 就行了 我这辈子 我他妈我这大腿一张逼一掰 我就能够吃遍天下无敌手了 我就是宝贝小公主了 不是这种啊 你还是得说 就是你咬着牙含着泪 他妈你得是往前爬 你爬你得爬出这个粪坑 这是你的唯一解 原生家庭再他妈的给你这带来的伤害 你也是这样的走下去 你这是你唯一破局的一个一条路 其他什么路都行不通 你走什么路都行不通 哪怕你进入什么掰逼市场 出逼市场 你看黄冶基他卖得上架吗 你自己没能力的 你到出逼市场 那是被人掰偏胖背白嫖的 这还是人家愿意表你 甚至是大多数人 看着黄冶基长那个B2 那个丑B2 飘都不想飘他 骗都不想骗他 就觉得他恶心 只有黄冶基还活着 哎呦我好有性感 我好性感 我萌萌的 我是有幼态的 我是又纯 又欲 我又纯洁 我又有欲 就是纯欲风 我是走的纯欲风啊 我是走的纯欲风啊 黄冶基就让他继续活在他的幻想里面 但是呢我们正常人就是思维 认知正常的 你对自己有一点这个 就是要求的 我们都不要走黄冶基的路 我们还是走正规的啊 就是自己 要不就吃学习的苦 要不你就吃工作 劳动的苦 如果你不吃学习的苦 大概率你要是要吃体力劳动的苦 体力劳动的苦可不是一般人能吃得了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在体力劳动中能获得啊 报复的机会的 这种机会 只给那种极其罕见的幸运儿 就是基本上就是从我们这种原生家庭太差了 你除了吃学习的苦 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确实也去观察了很多案例 你看能靠着吃体力劳动苦的 能够自己闯出一片天的 谁啊 就是那个做iPhone的那个耳机的那个 那个女老板叫什么来着 是以前在郭台铭厂里边打工的这么一个打工卖 厂卖 但是他是根据自己的就把自己的兄弟抱团 是兄弟们跟了他一块闯世界 你要是跟原生家庭没有这么强大的同盟关系 你的兄弟还是吃你还欺负你 他怎么可能跟你抱团成为盟友呢 那叫什么秀来着啊 那个打工卖叫什么秀来着 他现在就是自己弄一个iPhone的这个耳机厂 那他也是仍然是在吃了他原生家庭的红利的 那就是他的兄弟烘托着他 当你自己是孤身一人的时候 你靠体力劳动 你说你怎么能爬出这床出一片天来 你除了吃学习的苦没有任何路可走 出B路向肯定还野鸡就是一个案例 然后出这个体力劳动的你基本上就是 你就是沦为社会底层 你然后这辈子就是贫寒交加 贫寒交迫还可能落身病 唯一吃的就是你学习苦 因为只要你的身体不是特别累 你的脑子在累心在累 也比你身体累了 你真的学不进去 只要你身体累了 你是学不进去的 这就是缺解对体力劳动 不是那么特别的看好 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出一个富豪 或者出一个翻身的机会 你找不到的